不会在海域练兵 不过自从去年开始 他们的军中挑选一些精英 实行两栖作战训练 加添很多水中作战的技巧 扩大他们的训练范围 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为了改良质素 他们还进行了实弹训练 今年到颇阳湖越东的各类候鸟 约有28万只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鹤达4000多只 是越东候鸟数量最多的一年 国家农业部会同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 今天在南京组织了一次 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华巡成鱼放归活动 2000位平均体重3公斤左右的 成年中华巡放归长江 中华巡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水生动物 有活化石之称 近日一批来自西伯利亚的白天鹅 成为北京十三岭水库的新居民 因警报器鸣叫 二人来不及抢劫钱款 便驾车逃离现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齐国强张宝亮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截火持枪 以暴力胁迫手段 抢劫公民财务和国家金融机构的财产 并致一人死亡 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 犯罪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必须依法严惩 这是北京台报道的 江苏警方日前快速出击 及时破获了一起假冒香港大公报记者 进行诈骗的重大案件 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好归案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名叫蔡秀兰 董建桥是夫妇俩 今年十月底 蔡董二人凭借伪造的江苏省人民政府文件 以在南京市筹建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的名义 到处招摇撞骗 董建桥先骗取了南京城市合作银行 光华之行营业部的信任 以香港大公报南京办事处的名义 开设账户 随后持空头转账支票 从江苏清华新技术公司和一家商场 分别骗购了价值六万多元 和一万八千元的电脑机打印机 江苏省公安厅在街道举报后 立即会同南京市公安局 对此案进行侦查 在董建桥的住所 警方缴获了二十七枚私客头章 及蔡董二人骗取的大量财物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这是中央台和江苏台报道的 好 接下来请看一套简讯 本台消息 从今天起 我国公民在境外出差 旅行 探亲 遇到疾病和其他意外事故 可获得设在五大洲的 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的及时救助 这是根据亚洲国际紧急救援中心 和我国的平安保险公司 今天缔结的一项协议而制定的 这项规定指出 只要出境前提出申请 我国公民可以凭借 中国平安海外急难救援卡 获得24小时的急难救援 天津台消息 天津市有关部门 今天集中销毁了一批假冒卷烟 这些假冒卷烟都是 天津市有关部门近期查获的 总价值近220万元 据透露 从下个月起 凡是在天津销售的卷烟 在包装上 一律要粘贴 由烟草管理部门合发的防伪标识 本台消息 北京大学生交情乐团 为希望工程巡回一眼收场演出 今天晚上在清华大学举行 这次巡回演出是首都高校学生 为希望工程举行的 第一次大规模一眼活动 大学生们还将在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音乐厅等地方演出 筹集的款项将捐赠给 全国4000所希望小学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 中国歌剧舞剧院与日本歌剧协会 联合排演了一台歌剧 《蓬莱之国徐福传说》 今晚在北京上演 徐福在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 他出航之时 比我国的郑和及欧洲的哥伦布 要早1500多年 据日本有关史料记载 徐福到达日本距今约2200年 这一航台史上的壮举 开创了中日友好交流的先河 日本东京歌剧协会艺术监督 十多埃德瓦多 以徐福的有关故事为素材 创作了这部歌剧 并请中国著名作曲家吕远博曲 著名歌剧导演于夫指导 由中国歌剧演员孔德成等 十多位演员 和日本二十多位歌剧演员合演 据悉 该剧还将到徐福当年的启航地 浙江省慈禧和上海等地上演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日前从上海野生动物园传来消息 这家开办仅仅两年的野生动物园 目前已经成功繁育了32种 434只珍稀宾威野生动物 动物种群数增加到近6000只 上海野生动物园 是我国设立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 也是林业部定点的 野生动物繁育救护研究中心 两年来 为了解决繁育珍稀宾威野生动物 这个世界性难题 上海野生动物园投入了极大力量 他们多次采用人工哺乳 其他动物带位哺乳等办法 抢救了30只宾威野生动物的幼崽 并先后繁育成功了金丝猴 东北虎 麋鹿 野驴等65只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小熊猫 马鹿等87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即非洲狮 猎豹 剑铃 灰大袋鼠等13种 外来野生动物 这家野生动物园的负责人表示 今后他们将继续加大 对珍惜鞭尾野生动物的救护 繁育和研究 以拯救更多的珍惜鞭尾野生动物 让这里成为他们真正的家园 这是上海台和东方台报道的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晚间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收看 稍后请看世界报道 今天的世界报道 有以下主要内容 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返回伊拉克 美国继续向海盘增兵 韩国将于 继续 马上就要到了 我说你们两位小姐也太狠心了吧 我们都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我说你们 和一名回乡探亲的海军战士 火速向岸边搭上跳板 一边组织旅客迅速撤离 一边向佛山市110报警服务台求助 接到报警后 当地公安 消防 民政等部门 火速赶往出示地点 冒着刺骨寒风疏散旅客 三十分钟后 船体翻沉入河中 但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客船 据了解 当地汽车运输公司在事故发生后 紧急调来八辆大客车 连夜将所有旅客送往吴州 封开 豫南 台山等地 这是广东台报道的 北京计算计划考点 和海外计算计划考试 全国报名中心今天正式成立 并为今年第一批预约参加 前往美国攻读工商管理院校 硕士学位入学考试 及GMAT考试的考生举行了考试 随着199年 无常献血量最多的人 21号 来 因为我在外面也听不到好多人就说 你们学会的人为什么不去无常献血 我就想说 我们站立人也去无常献血 就别人也知道 就算是我们站立人 也不可能就算是 都只是等着 为钱去赚钱 没意思的是去奉献 奉献自己血液 所以我去想我好好献血 这样大众也知道 我们在血站里也都不许 是修处旁观 深圳血站有40多名职工 目前凡是身体合格的 几乎都是不止一次的无常献过血 那我今天我们采访看 现在有好几个人都是 来献过三次四次 甚至已经献过五六次的了 多次的无常献血